动脉长斑块 头上会先知 三个异常脑梗在靠近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头部出现这三个异常 一定要警惕 可能是脑梗慢慢的在向前进 第一呢 就是出现了记忆力下降 颈动脉或者是追动脉有斑块 会导致头部供血减少 脑部缺血缺氧 长期就会造成脑细胞的功能下降 使大脑无法正常运转 导致有些患者出现思维迟钝 注意力不集中 记忆力下降这些情况 第二呢 就是头晕和头痛 长期的大脑缺氧就会使患者出现头晕 还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的扩张 所以会导致头痛 第三的症状就是看东西有虫影 或者是事物模糊 头部的供血用来支撑眼睛的用血 一旦头部供血不足了 眼睛就第一时间出现症状 控制视觉的中枢机能就会下降 出现事物模糊或者是看东西虫影 有的人呢 会出现一过性的黑蒙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要多多注意 如果出现了以上的情况 一定要及时的寻求治疗 虽然说当前的医疗技术都比较发达了 但如果一旦出现了脑梗 瘫痪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 心肌缺血记住三不做 大家好 我是赵一号 心肌缺血呢是心功能下降的先兆 经过了一阳二阳的很多人都会感觉到有心慌心悸 浑身没劲 如果不加以控制很可能就造成了一些更严重的后果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三个注意事项 心脏才能不受累 第一呢就是吃饭别吃太饱了 很多心脏不好的人都会有心肌缺血 比如说吃饭吃的特别的饱 大量的血液呢就到胃肠去参与的消化工作了 这个时候呢心脏的供血就不足就减少了 这样的心脏的负担就会加重 所以说暴饮暴食和饱餐都有可能造成心脏的损害 第二呢就是走路别太快 运动呢要舒缓 很多人在重病之后啊 甚至感冒之后还都会出现体力下降 这其实呢是身体在进行复原的阶段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能做剧烈运动的 否则呢会加重心脏的负担 第三呢千万不要着急情绪激动 会导致心跳加快 血压升高 交感神经兴奋 就有可能让我们体内的血管斑块变得不稳定 诱发心脚痛心梗脑梗的风险 以上这三点呢大家一定要记住 告诉你一个秘密脑梗最怕的三件事 刷新你的认知 如果不想得脑梗 一定要知道脑梗怕什么 其实脑梗呢它有三怕 今天这个视频详细的分享给大家 我们知道呢脑梗是三分靠痣 七分靠痒 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去伤害它 其实就是在保护它 第一呢脑梗最怕什么 高油高盐的饮食 如果你长期摄入高油高盐的这些食物 血液就会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粘稠 粘稠的血液就增加了血栓形成的风险 脑梗几率就随之增加了 第二呢怕四高 临床上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是脑梗常见的危险因素 第四高是什么呢 就是同型半光氨酸高 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 如果同型半光氨酸这个数值高的话 是脑梗的独立危险因素 也就是说这个指标高 一定要预防脑梗了 需要尽快的去干预 第三呢就是烧烤的食物 这类食物中呢含有大量的盐 由于长期的摄入 就会导致血管的硬化 容易引起血栓 增加血管壁的狭窄 从而引发了心脑血管疾病 脑梗有先兆 警惕这三点 教你一招 轻松识别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 在世界范围内有这么样一种疾病 同时具备了高发病率 高死亡率 高质残率 而且高复发率 这四大特点 这就是中风 我们通常所说的中风啊 指的是医学上的脑促中 它有两种 一是缺血性的 一个是出血的 缺血性的脑促中呢 又叫脑梗 脑梗呢 往往会在发病前 七到九十天内 出现中短暂性脑缺血的症状 今天呢 就告诉大家一个 来识别这个症状的方法 中老年朋友 一定要认真看完 这就是呢 由中国促中学会 柳叶刀神经病学杂志 中风120网站 同时发布的 120三步识别法 一呢 指的是一张不对称的脸 如果你照着镜子发现自己脸歪了 赶紧警惕 二呢 指的是单侧的上肢和下肢无力的情况 零呢 指的是聆听 就是你能听到 它口齿不清的这种情况 这三种症状一旦出现 有可能就是脑梗 要及时的就医 中医研究脑梗 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有着成熟的治疗理念和治疗手段 如果你也有以上脑梗的先兆 要尝试着赶紧中医治疗干预 长按三大穴位 无病一身轻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 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三个穴位 对我们睡眠改善非常有好处 而且还能够调节我们的心脏 第一个穴位呢 就是内观穴 它是属于手绝因心包经的 在手掌 关节 横纹的中央 往上面 三指的宽度 这个穴位呢 可以解除疲劳改善胸痛心剂 对心脏很有好处 不管你是心动过速啊 还是过缓 关心病 都能够直接调节心脏 第二个穴位呢 就是神门穴 是在我们的小手指方向 神门穴呢 顾名思义 是神的门户 如果出现了睡眠不好 神不守舍 神回不到心去 就会睡眠不好 这个穴可以有效的改善睡眠 第三个穴呢 就是我们的头顶上 百慧穴 百慧的找法呢 是通过两个耳尖 向上 头顶 正中心的位置 三个穴的组合 是改善我们睡眠 极好的穴位 没事的时候 把这三个穴多按一按 睡眠好了 才能更好地调节 身体五脏六腑的功能 才能使你身体健康 这些中医的窍门啊 大家都学会了吗 坚持做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记住这个穴位 没事呢 按一按 缓解高血压 如果脑筋急转弯 我问你啊 我们身体上就这一个穴 按它就可以通畅全身的所有的器官经络 让气血通畅 这是什么穴 耳穴 因为我们人的耳朵呀 是一个倒置的婴儿 全身的缩影都在这个耳朵上 下面是头 上面是尾 所以在耳朵上呢 遍布了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 如果把你的耳朵经常的按揉 让它变软 就像你用手去按摩我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一样 全身都得到了畅通 耳朵呢虽然小 它关联的穴位可真不少 我们身体里边组织器官在特定的反射区 我们用手没事的时候就要搓 你看你的两个耳唇 把它弯下瞪一瞪 多捏一捏 这可以起到一个明目的作用 我们耳尖上啊 背后有一个降压钩 我们今天说的主题就是你多揉这儿 可以起到一个辅助降血压的作用 耳朵要软身体才好 硬的一定要把它柔软了 赶紧行动起来去揉耳朵吧 多病病存 一医多治 中医治疗有优势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前两天呢 在门诊有一个患者 拎着一大包的中肠药 他说这些药啊 都是大夫让吃的 这个药呢 是治冠心病的 这个药呢 是治脑血栓的 这个呢 是治便秘的 那个是治疗失眠的 这么多种药 我说每天吃起来一大把一大把的 会不会损伤脾胃 就说这些药物之间呢 它是不是会有相互的作用 药效相互的叠加 或者是相味相反 同时呢 吃起来也会有副作用 这很让人担心 中医强调整体观和辩证论治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脏腑在功能上呢 是相互协调的 病理上呢 是相互影响的 中医治疗 不要针对某一个症状 或者是某一个疾病 而是以统一的症来指导治疗 也就是说 一个人可能身上 有多种的疾病和症状 但是他的症 只是一种或者是两种 所以在治疗的时候 我们要辩证去论治 这个症呢 是盐字旁的这个症 只要辨别准确了这个症 才能对症下药 才能取得良好的疗效 如果你有多种的疾病和症状 那每天服用大把大把的药 可以尝试一下 中医的整体调理 相信会有不错的效果